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言缘篇第三节 司马牛问人,子曰,人者其言也认,曰,其言也认,似为之人一呼,子曰,为之难,难言之得无人呼 人,我们说过嘛,就是成功做成人的人,或者能够平等待人的人,或者是就是人 一片一纳,有一个人的肉身,披着一条人皮,你就是个人嘛 司马牛和中共演员一样,都是孔子的学生弟子,或者说就是朋友 你们问嘛,就是门口外面出个声,后来演变成,大家不知道想知道的东西,你表示出来 你们让别人知道,称之为问 言,我们说过就是竹笋,从地里,把个把个整个有动静 那么也代表小竹笋出生,对人来讲就是人说话,或者说人出生 人,这个字很有意思 那么确实呢,就是我们今天任务的任,演变出的出处 那么和任务的任,认识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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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者的人,都一样 那么这其实这个字呢,就是祖宗啊,用工具做出来和人高度一样的一个尺度 称之为人 那么既然是尺度,就和君一样,就是度量横,大家用来交易用的一种这个账量的这个基础 标准 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人应该做说的话和做的事,就叫任 那么当然这个任高度不一样,那么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祖宗用这个砍一个竹子,或者某一个硬木,不容易变形 这就是一人啊,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有一人多高,一人高,两人高,三人高,又十人高 那么做一个,你人高度不一样吗 那么做成了一个和人一样高度差不多的 八尺也好,七尺也好,十尺也好 那么做一个标准固定下来了 慢慢演变成就是人应该说的话,人应该做的事 你是人嘛,这就代表人啊 那么当然了,这个任子后来任的这个长度呢 在长度发展方向上也和尺子一样 其他的那个长度账量标准一样越来越大 当然这是中国人历史演变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里头这个任的偏向于就是人说的话 实话实说 既然你是一个标准,就是板是板,钉是钉 不可改变 板上钉钉,就那个样子 没有什么假 就是实话实说的意思 如实奔告 那么这个丝呢,我们说过这个 就是祭司的丝 这个丝 丝也是指度量横 那么你要分嘛,你也有标准 那么祭司完了,有祭物 大家就分 后来呢,那么你分这个祭物呢 那大家都得有分啊 你知道大家在这里居住的是大家的共有的,所谓的共有的财产 那么在分的时候,大家都有份 所以叫个个啊,演变成个个的意思 在这里呢,就是这的意思 后来也演变成这的意思 那么为呢,就是 用语言描述 这为呢,和那个为 为,后面那个为姿的为 都是同一个唯一的为 为吃的为 为东西的为 敬为的为 一样的 那只不过演变的方向不一样 后来慢慢自有单独的 有含义 实际上这个为呢,和打猎有关系 也是,打猎 打猎用语言去描述出来 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不就成了为了吗 就是描述嘛,就是说嘛 所以也是为 那么就是说的意思 那么后面那个为 那么你去打猎嘛 那这干什么呢 就是 做 男就是祖宗那个时候养的鹰 用鹰去捕猎 那个鹰呢,见就是 有预感或者怎么着 那么 赌东都放在肩上 或者在手臂上 请着呢 就得起飞啊 你要去抓呀 那鹰不敢 还表现出来 那转转转转转转转 他就不飞 那种状态 称之为男 这个男 你看右边 确实就是鸟的一个处形 就是 就是鹰 他也觉得 这个事情做不到 不好做到 称之为男嘛 那种表情嘛 那么 德呢 打猎 有收获 称之为德 啊 也计啊 称之为 一样 都 嗯 我们 就是 这个 这个 德呢 还有一个叫 其实它是 源于一处 祸啊 等等都一样 那么 德呢 就是 说出来的意思 在这 言之德嘛 就是说出来的话 这一段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司马牛 也向这个孔子问啊 人是什么东西 或者人者是什么东西 那么 前面 中公和阎原 也都问了 那么这说明 孔子在 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对这三个学生啊 对于人 或者人者的 不同的这个描述 但是实质上是一个 那么 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 孔子又说了 那么成功做成人的人 能够平等待人的人 或者是 君子啊 君 那么 境界高 那么 他所说的话呢 实话实说 如实奉高 哎 没有假 哎 就是实话实说 很简单 那么 那么 这个 司马牛就说了 你听就这么简单 人 实话实说就 就成功人了吗 就能成为人了吗 其实这是人 要说话方面的一个 标准 那么他又 也说 哦 言 气言也认 啊 就是只要说话 实话实说 板上 钉钉啊 某是某 钉是钉 呃 如实奉高 呃 思维之一人一呼 就这就是 能成为人者了吗 能成功的做成人了吗 那孔子一定 又不对啊 这个事 这个这个 司马牛 觉得这个事 好像实话实说 很简单啊 马上他就警告他 或者提醒他 说 那为之难 啊 你别看这个人啊 就是实话实说 啊 如实奉高 做起来很难的 你不要你 啊 像你想象那么简单 就你你你你做做试试 人能一辈子不撒谎吗 当然你不明白事的时候 撒谎吗 那么一旦明白人要人 要不撒谎 也不那么容易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难 啊 只要试试一做就可以了 那么孔子后面就又 呃 对了一句 就意思呢 其实呢 怎么说呢 你告诉他 难吧 他他会 委屈啊 就会 害怕 就 就 他没有信心 但是你又告诉他 简单吧 就还没有 很简单 去演一人啊 就就就完了嘛 那么啊 他又又简单 他就觉得 啊 这个东西很好做 也会去误导他 他不去做 这就演呐 呃 就是 啊 比较轻视 不不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 也不行 所以孔子呢 最后又说了一句 就说 啊 言之德 无人乎 说做一个人 你说出来的话 怎么能 对不起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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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呢 能对不起人 这个称号呢 这个意思 你既然是人 你最容易是要说人话 你也 你只要就是实话实说嘛 听起来 也也不难拿 那就是作为一个人 你得按照人的 这个标准 去做就完了嘛 什么标准 就是实话实说嘛 不参加 如实奉告 那么 这一节呢 孔子 在这一篇里头 第三次 是全了这个人 当然了 人和君子是一样的 那么后面呢 孔子又回答 司马尤又开始问君子 那么 我们在下一节 跟大家分享啊 谢谢大家